朋友们好 我是AZO经营培训来自幻想 AZOVB从入门到进阶80级 今天呢将进行第16级 单格查找 在工作表中呢 我们经常使用LowCup VLowCup还有MAT的盘数来进行数据的查找 那么在VB中呢 也是同样需要使用查找功能 比如说像当前这样有入库单 我们需要设计输入功能 查找删除 还有修改功能 那每一个功能呢都需要进行查找 比如说像输入功能 我们在输入之前呢 我们需要判断一下 那这个单击号码在库存明细表中是不是存在 如果存在的话 我们就提示 此入库单已经输入 请不要再重复入入 像删除功能也是一样 我们需要定位单击号码在库存明细表的B列中 它的是从哪一行到哪一行 然后呢我们再定位这些行进行删除 在VB中 那这个查找功能是怎么来实现的呢 有哪一页方法呢 在VB中查找主要有三种方法 第一种是使用循环查找 比如说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循环 在循环上进行逐个性单格进行对比 找到我们需要的 是说满入条件的数据 后呢我们就停止循环 这是使用循环查找 但是这种查找呢 是比较效率较低 我们看第二种查找 第二种查找呢 我们是可以调用工作表函数 我们在第一个讲中也讲了 在VB中呢 可以调用工作表的很多函数 那查找函数也不例外 我们看一下代码 IC count 就是说我们这个变了等于 调用了工作表函数 convive函数 然后呢 这convive函数第一个函数是 库存明细表的币列 那第二参数呢 是当前入股单的号码 1003 通过统计 1003在库存明细表的币列中 是不是存在 它的个数 来判断它是不是存在 那如果说它的个数 比0 说明呢 这个入股单号码呢 已经存在 否则的话就没有 就不存在 如果IC count 大于0 然后 MSG BOX 这是显示 就是说提 出现一个提示框 然后呢 提示后面的文字内容 该入股单号码也存在 请不要重复入入 那第二个呢 是调用了 工作表的时候 迈起来判 来查找 当前这个入股单号码在 库存明细表 币列中的位置 我们运行一下 该入股单号码已经存在 请不要重复入入 那第二个提示框 提示了 1003在库存明细表的 第八行 这是使用了 工作表函数 我们看一下第三种方法 第三种方法是使用 单一个对象的 范的方法 我们看一下这儿嘛 前面的和上面一样 也是使用康梅甫来判断一下 它是不是存在 那如果说它大于零 也就是说它存在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范的方法来查找 R等于库存明细表的币列 币列表算的 也就是说我在库存明细表的币列进行查找 查找什么呀 我要查找瑞子G3 就说G3的入股单号码 后面有一个locate as who 那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一个精确体配查找 as who who是整体的 整体的 就是说我查找内容 必须说整体一致 才是符合我的条件 那么 范的查找后 返回的是一个单一个对象 所以说我可以使用R 单一个对象的R 来返回查找 查找 符合条件的单一个的 它的行数 这是查找第一个 就是说入股单 第一次出现的行数 那如何查找入股单 最后一次出现的行数呢 我们可以使用Find Find的一个参数 在使用之前呢 我们看一下Find函数的一个 帮助说明 第一个参数 what 就是说你查找的内容 第二个after 就是说你从哪个单格之后进行查找 如果没有的话 就相当于 从A1进行查找 从上网下进行查找 locate in 这个参数呢 是设置 你是在时期中查找 还是在公式中查找 locate 也就是说我们刚才代码都看到了 它有两个常量 一个是s户 一个是s part 这个呢 表示整体查找 也就是说完全相同 那s part呢 就是一部分相同 也就是说 模糊查找 第三个 应该是第五个 search order 所以说你是按行查找 还是按列查找 这个呢 不经常用 我们如果说 从查找最后一个服务条件呢 我们要使用search gex 使用这样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 它有两个常量 第一个是 lnest 这个是默认识 就是说 我向下查找 从上网下查找 第二个参数是 lprevious 那这个是从下网上查找 所以说我这呢 就可以使用 lprevious 这个参数值 来设置 查找的方向 是从下网上查找 从而得到最后一个 g3 也就是说 入户单 入户单号码的 它的行数 这些中间 为什么省啊 为什么 就是说 输入都好 但是什么都没输入呢 因为呢 我这啊 我这没有使用 没有使用 这个项目 项目的参数名称 那如果说 想完整的输入 该是怎么办呢 如果说这些呢 我就不 不要 我该怎么输入 我们呢 可以使用 他把他的名声啊 就参数名称给 加上 冒号 等号 那这样呢 我就很明显 可以看出 我这个查找方向呢 是从下网上查找 如果你不带这个 那这个VPA呢 他就看不出来 你是设置了哪个参数 所以说 大家呢 如果说你要省略 这个这个参数项目 那你怎么样 你要把他位置标出来 还是第六个 第一 二 三 四 五 六 这样的保证 他在第六个位置 你可以不要这个参数名称 只保留一个参数值就行了 这是一个 就是说大家需要注意的地方 有些同学可能说在这不太理解 为什么 在这呢 空了很多位 但是什么都没有 这说明什么啊 这些内容我都没有设置 才用默认了 那么在第六个参数 我使用这样一个参数值 如果说 我前面呢 我不使用这样 我直接 放到后面呢 我们要使用参数名称 标明他是哪一个项目的参数值 这是使用犯的方法来完成的 那这个 LPUBIOS 那这个参数值呢 还有另外一个用途 什么用途呢 你比如说 我要查找当前这个单元格 是个不可以犯的一个数据区 我要查找最下面一行 最下面一个非空数据的行 我们原来 原来水果 我们可以使用N的方法 N的LUP来向上查找最后一个 如果说我们查找不是一列 而是说很多列 我怎能找到最下面一个非空的 这样一个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 使用这 借用这个Find方法的 Approvious这个参数值 来看一下 固定名积表的Sales 也就是说 整个的工作啊 单元格的一个集合 就说所有的单元格进行查找 Find 讲到这呢 LPUBIOS表明什么呀 从下往上查找 这个星号是个通配符 这个通配符包含任何内容 就非空的任何内容 我都查找 然后呢 我就可以查找它的行数 这样呢 我们就将来需要有时候判断 一个单格去最下面一行的 非空行的行数的话 我们就不需要再去使用 每一列都查找一个行数 然后呢 再进最比 我们就可以使用在一化 就完成这样一个查找功能 这是一个 就是说单一个的查询的三种方法 那下面呢 我们看一下一个实例 也就是说咱们在开始提到的 这个入库单的四个功能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输入功能的实现 声明了一个Fay 是号码在库存表中的个数 R是入库单的行数 就是说这个单击号码在入库单的 呃 行数 C2是库存名气表的最后啊 第一个空行的行数 空行的行数 啊 这是个入库单啊 入库单的数据行数 也有这个行数 这个到底有几行 它呢 我们在这注意的是一个变量2 我们看一下 Wiz C4库存名气表 这个Wiz在前面已经讲过了 因为后面呢 在很多语句中都需要使用Wiz 使用到这个C C的库存名气表 所以说呢 在这呢 我可以使用一个Wiz语句来省略 减少 就是减少我们的啊 代码 另外呢 也提高了一个运行速度 C等于 这个C呢 是号码在库存名气表的个数 我们要首先判断它是不是存在 这呢 调用了康内部函数来判断 在 库存名气表呢 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呢 只剩了一个点 这个点才能省了什么呀 省了 这次库存名气表 库存名气表的B列 然后呢 我统计 G3 它的个数 它的个数 如果说 它的个数大于零 然后呢 我就显示 这个入固代号码呢 已经存在 请不要输入 然后呢 我就退出这样一个程序 Exact stuff 就是我 因为已经存在了 我不需要输入了 所以说 我就直接退出这个输入程序 如果说 它 不大于零 说明什么呀 它不存在 它不存在以后呢 我就做 我们需要做输入的准备了 首先 R等于 Evalidation Counted F Rage B6到B10 不等于空 这个R 算什么呀 比如计算 我在B6到B10之间 有多少个非空的行数 比如说 多少行数据 这呢 又掉用了Counted F 还掉用了Counted F 来统计 那这个 如果单中 有几行数据 C2等于 表 说明什么呀 产品还是省略了 库子明细表 然后 它的B65536 N的L2 加1 这个计算什么呀 就是计算 库子明细表的 最后 就是A列的最后一行 最后一行的非空行 然后它下面这个空行 我要在这输入 对不对 我输入新的数据 肯定我要从 第一个空行进入入 这是C2 我找到了 就是说 这计算出了 这个入库单 有多少行 然后呢 我又计算出了 在库子明细表中 第一个空行的位置 那呢 我就可以进入输入了 你看一下 C2是C2 C2是什么呀 C2就是说 那空行的行数 第一列 2 1 这是什么意思呀 2什么呀 2是常数 因为这个 因为我们的输入的时候呢 如果单有几行 那么输入到 库子明细表中呢 就有几行 所以说我要以 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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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就说 那这个代言格 也就是说 我第一个非空三原格 在这定位 定位完以后 我怎么输入 我输入几行 我输入三行 肯定是 你比如说 我要输入 啊 我要输入这个日期 我输入几行 输入三行 输入三行 也就是说 这个代码中的 Resize 2 1 就2什么呀 2计算出了这个 入股单的行数 入股单的行数 三行 1身为定点 1 酷子明细表中的 第一列的 第多少行 第四二行为 顶点的一个 三行一列的区域 等于 等于日期 E3 E3是什么呀 E3就是日期 就是入股单的日期 也就是像这样一个 就是说 我在A列 就是说 我要当我输入 1002的时候呢 A2到A4等于 E3 那同样 那单一号码 还有单位呢 单位呢 也是同样的输入 咱们看一下 第二列 也就是说 这个 酷子明细表的 第二列 多少行啊 还是2行 2行是咱们计算 上面计算 肯定是3 啊 当前这个 例子是3行 等于谁啊 等于G3 G3是什么呀 G3就是三句号码 然后呢 第三列呢 等于C3 等于这个单位 这三句呢 是完成了酷子明细表的前三列的书 因为呢 这三列呢 它和啊 这个表 这个如果单的这明细数据不一样 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区域 那这个呢 是三个单独的单一格 所以说呢 我们需要设置 就是说 净三次输入 分三次进入 我们把这个 单位日期 还有这个 如果单号码呢 输入到了前三列 输入完以后呢 我们上边都该输入 这个具体 具体这些品名啊 型号单位数量 单价和金额 这些数据 那这些数据呢 我们看一下怎么输的 第二 前面讲还是这个 才能省略了 酷子明细表 就酷子明细表的 哪个单位格 费二单位格 费二是 第一个控行的行数 就第四列 也就是哪个单位格呀 也就是 第四列 比如说我现在要输入的话 比如说 第四列 就是第十一 第十一 第十一 第四字 二 行 二行 就是说这个 入库单位多少行 我在这有点数 多少行 二行 多少列 六列 也就是说 后面六列 这样一个区域 等于谁啊 等于 Sales 就是说 当前工作表的 第六行 第二列 也就是说 B6 从这开始 再看一下 他同时的 他的行列 大小是多少 行是二行 也是三行 咱们从前的统计的三行 然后呢 多少列 六列 那这样的话 就等于说 酷子明细表中 这个区域大小 和后面这个区域大小 是完全一致了 所以说 我直接用总号行 复值 我就把这个区域 把这个区域 直接 放到了这个区域中 放这个区域中 咱们呢 找一个1004 咱们试一下 有这个呢 我改成4 改成4 我们来看一下输入结果 输入 输入一完成 咱们看一下 输入的名细表 是不是输入了三行 我已经输入完成了 那如果说 我们再输入的话 我们不小心 又改一幅输入 他会提示 该单机号码 已经存在 请不要重复输入 那这个呢 这个输入功能 才完善 这是一个输入功能 那下面呢 我们看一下 查找功能 查找功能 也就是说 我要根据这个 这个入固单号 这个单机号码 来查找这些信息 那最后一行呢 是这个金额 金额链呢 是一个公式 所以说我们不需要 查找他了 单位 还有这个日期 我要根据这个单机号码 查找单位 日期 还有这些明细数据 那怎么查找 我们看一下 前面还是一样 我要根据 康德一夫来统计一下 那这个单机号码 在库存明细法的 币列是不是存在 那如果说 他等于零了 说明什么 我们要提 我要提示 该单机号不存在 那和前面这个相反 那这个存在 如果他 他大于零 单机号码已经存在 你存在 就不让你输入了 那这个如果说 他等于零 让我再提示 这个号码不存在 就不存在 你还查找什么呀 对不对 所以说 那不存在 我就退出 当前这个查找 这个程序 那如果说 他不等于零 说明他存在 然后呢 我就查找 二等于 就是在库存明细表的 币列中 查找什么呀 查找 我要查找 G3 也就是说 入股单号码 然后呢 最后一个 我这呢 参数为什么 LNET 大家注意 Find Find的方法 它和工作表 工作表的查找一样 你的查找设置 他会记录下了 你上次查找设置的 就是参数的 会影响到 下次查找 虽然他不在 同一个程序中 但是上次查找的 一些参数设置 会影响到下一个 你像工作表 查找一样 你上次设置 一些查找 比如说查找了一些 数字 还有些格式 会影响到 你下个查找 那这个威逼重查找呢 和这个单一个查找 是一样的 所以说我们在 查找时候呢 我们在要防止一些 防止一些 以前设置的参数 会对这一次 查找带来影响 那上次咱们的查找 是从下面往上查找 所以说 你在这一次查找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 我要设置一下 把这个设置 设置回来 采用从上向下 查找的方式 这是查找什么呀 我查找 他在 他在 就是说 库存明细表的 行数 也就是说 我查找1004 那在这里面 是第几行呀 对不对 一查 翻到一查 在第几行 那在第11行 第11行 也就是我们 这一句代码的作用 这2呢 就是11了 我通过 翻的方法 来查找 他在第几行 查找完以后 这行数查找到了 下面呢 我就 我就把查找的数据 开始往输入单中 来输入了 首先 认识E3 C3 也就是说 这个单位 等于谁啊 等于 库存明细表的 相应查找的行数的 它的行数的 第三列 我们看一下 那这个单位呢 是在第三列 第三列 第三列 那这个E3呢 等于 SIRUS R1 也就是说 那库存明细的 第一列 第一列 那单几号码呢 我们不需要查找了 不需要查找了 这是前两个 就是说 单位呢 还有日期 我们已经查找到 查找回了 就说从 库存明细表中 已经查找到了 填充到了 入固单中 那下面还有一个 明细 那明细 其实和上面这个 数是反过来了 反过来了 那这个 SIRUS R2 就是说 从1 B6为起点的 一个 C C是什么呀 C是 计算 计算它的 行数 就是说 它在 库存明细表中 有 它的个数是几 说明什么呀 有几条记录 几条记录 C 以第六位 顶点的一个 三行五列 三行五列上一个区域 这样一个区域 等于 SIRUS R4 一 库存以明细表的第二行第四列为顶点的一个C C是什么 C还是总行数 就是说 我计算出来这个入户单号码总行数 也就是数据明细的总行数 总行数 比如说 以这为零点 总共有几行 C行 总共有几列 有五列 这样一个区域 我爸 这样一个区域 爸他 放在这里面 正好是得到我们的 就说这个入户单号码为1004的明细数据 我们呢 下面查找一下 大家看一下 现在已经返回到这里了 那如果说我改成1003 我们再查找一下 是返回1003的数据 那如果说我1111 查找 该单一号码不存在 不存在 这是个查找功能 我们下面看一下 删除功能 这删除功能也是在开始了 也是使用了一个Covid来统一到存在不存在 如果说他等于0 说明这个号码不存在 你不存在 你还删除什么呀 所以说我们马上退出这样一个删除程序 如果他存在 然后呢 我们就查找他的行数 我查找 我在这个库存明细表的毕业中 查找这个单据号码的行数 查找到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删除了 删除独大一个区域呢 从R行 也就是说他开始的行 对不对 我要从他出开始出现的行 这个单据号码开始出现的行 我要删除到哪一行 他开始出现的行 总共两行 总共是产面已经计量好了 是C行 C行 那总行数是多少行啊 C开始行 加一个总行数 然后减一 那总共是这样 总共是这样 就R行到C加2减一这一行 那这一行呢 进行删除 那使用Delete 然后进行删除 然后呢就删除完成 删除完成 我们下面看一下 比如说我爸 比如说我现在删除1111 能不能删除 该单据号码不存在 就是现在的程序就退出了 如果说我删除1004 那这样删除的话 我再看一下 能不能删除 删除一块 我看104还存在不存在 已经不存在了 你看那我再删除一下1001 看能不能删除 1001 删除 已经删除了 那查找1001 该单据号码已经不存在了 咱们看一下 是不是删除了 已经删除了 那这是一个删除 那修改功能呢 这个简单了 因为呢 如果说 比如说102 1002这个 如果说 比如说我要7加1002 这个原来是6 原来是在后面是改成6了 那我在修改的时候呢 我可以先使用 删除功能 把原来的1002的三条系录 给删除了 删除了 这呢 我就直接调用 靠 靠 靠 CRL删除 这说明啊 这是调用了删除功能 调用了删除功能 这呢 我就不需要再把这些了 重新写一遍了 在VD中 一个程序中 直接调用另外一个程序 直接把他的名称 放到这儿就行了 那这儿呢 我前面使用了抗 表明了 这不是个 实际上 就是说容易 大家容易看出来 这是一个 调用其他程序的 而不是说一个 变量什么的 就是说让大家呢 比较容易维护 这个程序 你不加 CRL也对 加上呢 就看起来更清楚一些 我调用上面这个程序 我删除完以后呢 我再调用输入 我再用输入 我再调用这个程序 然后呢 就把新的 一修改后的 这个入股单的 一些信仪呢 又输入到了 库子的名积表中 咱们看一下 1002 咱们看一下 102 输入量是222 咱们修改一下 633 修改 删除完成 输入完成 咱们看一下 新的1002 变成了我们刚才 修改后的 通过调用 删除和输入功能呢 我们就完成了 修改功能 好了 那咱们的第16集 单一个查找呢 就讲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大家 咱们呢 第17集再见 我们下车 我们下车 那边 我们下车 我们下车 咱们下车